因为我得罪的人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每一个我可能讲过的人都有嫌疑 maybe包括旁边的侨星有可能 我得罪的人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每一个我可能讲过的人都有嫌疑 maybe包括旁边的侨星有可能 我不得不承认确实非常的害怕 因为他们这一次对我做出这样子的殴打行为 还好有两个路线的路人经过 不然的话我会非常的严重 所以下一次再出现 我不知道他们还会对我做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我真的有认真在思考这个问题 可是我有想如果因为这样子我就闭嘴了 是不是告诉这些人暴力是有用的 我们都可以用暴力解决问题 就是因为这样我今天才要站出来 开这场记者会 因为我想要向暴力宣战 我认为暴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永远拒绝暴力 没有要找馆长来但是我有联系馆长 然后也有联系其他的网红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出来谴责暴力 因为今天我们陆陆续续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出事的会是谁 想问一下因为之前TOWYS跟这个超派 就是打架的事件 然后其实超派骤人 然后后来还交保然后出国 那衍生了一些模仿犯 包含一些学生也用超派本联大学打同学 那这次的事件可能也是模仿犯 那想问一下这个队会不会因为这样有 后续一连串的效力暴力 我也认为超派事件变成一个风潮 确实很容易造成模仿犯的行程 而且大家看到他们轻轻松松 五万块就交保了 所以大家就觉得打人根本没有什么 把人家打到头破血流根本就没有什么 那今天我的这个案子 那个凶手也是五万块就交保了 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立法院的原因 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委员们 可以一起正视我们目前 法律体制的问题 司法真的能够保护我们的人民吗 政府真的能够保护我们的人民吗 如果政府跟司法都不行 台湾的人民不是活在恐惧当中吗 我等一下刚刚有说妈妈有到场是不是 那会不会担心之后家人一些人身安全 会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排到我妈 因为很担心家人的人身安全 毕竟我在警局做笔录的当下 我第一时间我是立刻联络我妈 跟她说我发生这件事情 叫她禁除小心 因为我很害怕下一个她被动手的对象 会是我的家人 那我们要接上马赛特 我看到影像的时候真的非常震撼 一个这么娇小的女子被肥踢 不用那么大的 你不要错 你讲这话 我后面没有错 讲你所相信的 相信你所讲的 真的 我知道压力很大 我们每天在电视上面 做这些发言 有的时候也会有人讲说 你要小心你自己的人身安全 也会有很多的威胁恐吓 说不要怕是假的 但是 那我们四个人给他们母女一个温暖的拥抱 那我们也先跟大家说谢谢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想说话 我从来没有想要把这种智慧搞那么煽情 这也不是我想要的 如果不是刚才看到我妈 我妈在现场那样子 从昨天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 我联络她 到刚刚来记者会之前 她都一直很冷静 故作镇定 然后等我说没事啦 不要怕啦 我觉得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啦 但是我妈妈她心里承受的压力 比我还要大更多更多 她那么的担心我 可是我觉得因为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想要讲实话 让我自己的妈妈担心了 我希望不要有下一个人跟我一样 在出国这样的暴力对待 讲实话本来就没有错 我妈妈告诉我的 我妈妈说我没有错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被暴力对待的时候 该道歉的是我们 该被承责的是我们 为什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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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